墨西哥的坎坤获得了2023年WTA年终总决赛举办权 这个消息被确认后 外界对这样的大反转猝不及防之际 更是感到无比震惊 在WTA年终总决赛会正式官宣花洛坎坤之际 几乎在所有人看来 沙特的最终胜出都毫无悬念 原者 从去年开始 CVC资本就大手笔向WTA注资1.5亿美元 双方联手开发市场 近者 沙特更是以1500万美元奖金和1000万美元举办费 约2亿元人民币向WTA展示自己的诚意 加之 外界信息不断 都断定沙特今年举办WTA年终总决赛就差官宣了 种种的迹象都充分表明 布拉格 蒙特雷和华盛顿 这三座候选城市根本就不是沙特的对手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当WTA在纽约举行的2023年年终总决赛举办地决策会议结束之后 最终官宣举办城市的那一刻 还是将外界惊得目瞪口呆 选择的城市非但不是沙特 甚至连布拉格 蒙特雷和华盛顿也无一榜上有名 让很多人大呼意外 布拉格 蒙特雷和华盛顿无缘 之前就有种种征兆 并不让人意外 反而是沙特在最后时刻被遗弃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沙特资本自从描向网球之后 真的想方设法让该国各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改变 除了超能力的硬实力展现之外 在去年还针对一直被外界诟病的 不尊重女性这一问题 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让步 当地的女性现在已经不需要经过家里的男人许可 就可以自行驾车外出和出国旅行 这样的事情 以前在很多外媒眼中 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由此可见 沙特为了成为WTA的新宠 媚眼简直抛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此外 由于贾巴尔 佩古拉 萨巴伦卡 斯瓦泰克 高福等顶尖球员也公然表示 对沙特举办今年的WTA年终总决赛力挺 在天时 地利 人和这三大因素全部具备的情况下 沙特自然成了首选之地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外界很多人也表示 如果年终总决赛 能够最终花落沙特 为了让本国的某些政策 积极向WTA靠拢 将会迫使沙特方面 在针对女性的平权方面 做出更多更大的改变 这样会让当地的女性 获得更多的权益 这绝对是沙特女性的一大福音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WTA的纽约会议决定一出 公布结果的那一刻 估计不但沙特自己猛了 而且连布拉格 蒙特雷和华盛顿 以及众多的球迷和网友们 也难以相信 四个候选者都不选 偏偏选了墨西哥的坎坤 我要向坎坤赛事组织者 GS体育管理公司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承诺主办今年的 WTA年终总决赛 本届WTA年终总决赛 将为球员和球迷 提供一个美妙的体验 为2023年WTA巡回赛 提供一个合适的收官舞台 并使我们能够 继续为女子网球 建立一个强大的未来 WTA在与球员委员会 密切磋商后 对一系列竞标 进行了全面的权衡 场地和合作伙伴的选择 是基于多种因素的 包括球员的后勤 出行便利 场地容量 以及对支持和展示 女子网球的承诺 WT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西蒙 在公布答案时 也将为什么 最终会选择坎坤 作为今年年终总决赛 举办地的原因 予以了简单说明 尽管如此 外界很多人仍然认为 这种近乎敷衍式的回答 看似什么都说了 其实仍然还是 让大家困在谜团里 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选择坎坤 就算沙特在某些方面 不符合WTA的选择条件 难道举办了那么多赛事的布拉格 蒙特雷和华盛顿也不具备吗 这理由实在有些牵强 不过随后有信息的网友指出 西蒙在说辞中特别提到了 GS体育管理公司 这应该是坎坤 获得最后WTA年终总决赛 举办权的核心关键 瓜达拉哈拉2021年 WTA年终总决赛 以及在瓜达拉哈拉 举行的WTA1000 美里达250 和圣路易斯举行的WTA125 这些赛事背后的推广运营商 都是GS体育管理公司 如果从这方面来看 那么西蒙给出的理由 倒变得似乎完全可以理解了 尽管沙特未能获得 2023年WTA年终总决赛 举办权让人深感意外 不过很快有消息 灵通人士对外透露 2024比2027年 沙特有99%的概率 拿到连续四年举办资格 如果真是如此 显然今年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就算最后无法举办 WTA年终总决赛 对沙特来说 也就无所谓了 毕竟在长远打算和耐心方面 沙特的表现 确实非常让人称当 这则意外的爆料 也让很多人猜测 沙特是不是和WTA 已经在私底下达成了某种协议 先放弃这次机会 从明年开始 四连装 让你一次爽个够 之前ATP公布男子球员阿尔卡拉斯 德约和梅德维杰夫 获得年终总决赛的资格时 外界很多人都有些奇怪 认为赛季已经过了大半 为什么WTA却迟迟不宣布入围人选 难道迄今为止 姑娘们竞争激烈 一个也没有脱颖而出 在年终总决赛 确定在坎昆举行之后 从目前的积分方面来看 萨巴伦卡 斯瓦泰克和莱巴基纳 几乎可以确定入围没有悬念 现在只带WTA官宣了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月亮和的星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